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香港第一次举办传统文化的论坛 机缘是很难得能够在这个地方 大家来一起带动传统文化 是一桩稀有难得的好似 希望这个能在香港启动 以后慢慢地 逐渐地把它带动起来 昨天我们也是一个老同学 香港的一位律师 周律师到这来看 听了一趟口 完了之后 做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访问 告诉我 他是香港人 香港出生的 香港人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没兴趣 他们只对于钱有兴趣 天天脑子动 怎么样去赚钱 他其他都没兴趣 你叫他来学佛拜佛 他会愿意来烧香磕头 求佛菩萨保佑的赚钱 谈到其他的呢 他们就不相信 就很不容易接受了 这种情形不但在香港 我想在全世界许多地方 普遍我们都能看到 那么从这一桩事情呢 我们就会联想到 为什么说灾难这么多 将来这个地球啊 会被洪水淹没掉 那洪水怎么来的 在令人应该上讲 贪婪感到的是水灾 贪心这么重 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如果要想避免灾难 佛讲得很好 说了一个总的原则 告诉我们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嗔痴 就行了 对内 你身体健康长寿 无灾无病 对外面环境呢 也许许多多这些 所谓的自然灾害 都能够避免 至少它能减轻的 不至于有严重的灾难 那么这段事情 好像在最近吧 之前不久 美国有一些科学家 在澳洲开了两天会议 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中而生巨师去参加了 我们金总学会去了五六个人 谈到这个事情 他们从这个科学研究的结论 告诉我 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 一切乏从心向上 所有一切不善 不善的意念造成 如果我们心态转变 能断卧修下 能向积功累德去做 齐心动念 与信德相应 这灾难可以化解 他们还提出个数据 少数人真正修行 都能化解灾难 少数人他们说的是 这个全世界人口 这个部分之一的平方根 这样算起来大概不到八千人 八千个善人就能够救全世界 行啊 这全世界六十多亿人 八千人能救得了吗 行 我们中国古人说了一句话 邪不胜正 这个少数人呢 正呢 那大多数人邪 邪不胜正呢 管有 当然 人越多越好 所以这个信息也传遍了全世界 大概最关心的 最兴奋的是宗教徒 每一个宗教听到都会希望宗教徒来做 所以我看首先是罗马教庭 他们发起的 这是我们上次访问知道的 发起全世界的这个信徒 天主教信徒 为这个地球上灾难做祈祷 那么祈祷管用 尤其是集体祈祷 能产生很大的效果 不过这个事情呢 就是治标不治本 真正治本呢 要教学 教学要让人 从内心里头 回归到自己 那是标本度智 我们佛门里面 像金山佛寺 包括我们提倡的三十七年佛寺 都是治标 都是属于这个祈祷这一类 所以教育重要 那么我们为了想带动这个事情 所以学会呢 从这个今年开始 我们就是以教学为了 现在每天八个小时间进 我们用网络直播 希望将来说 每一个道场都能走向教学 佛话就先忘记了 也不至于让别人觉得佛教是迷信 觉得佛教是宗教 这里都很深很深的误会 我们不能怪社会大众 怪我们自己做的不好 我们自己做的太差劲了 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你看他老人家三十岁开悟 开悟之后就从事于教学工作 七十九岁元吉 所谓讲经三百余会 缩发四十九年 他的教学没有一天停顿过 也就是我们一般学都还放放假了 释迦牟尼佛没听说放一天假 逢年过节一天假还没放过 而且他的教训 生命又简单 一个人找他 他教一个人 两个人教两个人 几百人几千人 一天教到晚 从来没疲倦过 我们知道啊 那时候没有金本啊 没有资料啊 他随口说的 你把他东西记录下来的时候 就好完整 自信流露的 真是智慧 无量就得能了 所以我们从今天看到的时候 那这无体投地 他怎么说出来 尤其是 像这个大臣经里面讲的 跟现代的 尖端的这个科学 这是完全相应的 甚至于科学里头 解决不了是大问题 他都说出来 这是很不可思 那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 我们一定要回头 访问梵蒂冈 这个陶然主教 代表教宗接待我们 跟我们做了个交流 那我们从他 这个报告里面 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这个信仰宗教的这些问题 他们有调查 有统计 所以这些年来 这个信仰宗教的人 人数 一年比一年差了 那么这个现象 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过去我在美国住了几年 美国很多教堂都插牌子卖 问他为什么 没信徒了 到最后就卖教堂了 我们佛教到将来 可能也没信徒了 百卖寺庙 很可能都走上这条路 所以我们深深感觉到 宗教教育重要 如果宗教没有教学 怎么能传这么久 释迦牟尼佛传到现在 中国记载 今年三千零三十七年 外国人记载是年轻五百多年 我们中国老一辈的 这些老好上 都是用中国记载的 释迦牟尼佛出世 相当在中国周朝 周昭王二十四年加淫 这是中国典籍的记载 过世的时候 周穆王五十三年 照这个记载的话 到今年的时候 就是三千零三十七年 怎么能传这么久 教育才能够传现 圣贤教育 这不是一般的圣贤教育 佛讲经教学 给我们讲三个真实 真实之记 真实之记 用现在话来讲 套个方便话来讲 真理 真实就是真理 第二个真实智慧 第三个真实之力 利益好处 这么好的东西 那当然能传得下来 传这么多年了 那现在变成宗教了 怎么会变成宗教 我早年修佛的时候 跟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在台湾 办这个大传佛修讲座 他担任讲座的主任 请我去做宗主讲 我有一次向他老人家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除了讲经教学之外 没听说他做过一堂什么佛寺 打个佛旗啊 打个禅旗啊 经上都没有记载 如果有肯定有记载 总没有记载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啊 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寺庙 过的是游牧生活 哪里有缘哪里去 居无定的定处 那么大的一个僧团 长随弟子 在经上看到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那临时跟他的肯定超过三千人 他那么大的一个团体 游牧民族 所以我们想想那时候的生活 我说这个东西 什么原因搞起来的 老和尚听了之后很认真 他想了一想 他说这个事情啊 可能是唐明皇搞出来的 唐明皇搞出来的 唐明皇遇到安死之乱 安洛山造反几乎亡国 亏了顾自义这些将军 把这个动乱平定了 平定之后 杨贵妃也死了 唐明皇在每一个战场 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 开元年间嘛 这开元寺是这么来的 那个寺庙是什么性质呢 就像我们现在中列祠这种性质 建这么个寺庙 这些邀请出家人的送经 给他们追导 就是追导弟子 这么一带头 中国人嘛 皇上带头上行下校啊 所以这大官贵人 当然民间是不会的 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呢 老人过世 也请几个和尚在家里念念经 也开头 但那是偶然的 寺庙里不做这个事情的 寺庙里面都是讲经教学的 这个我们知道啊 佛法始终是讲经教学 我们在清朝初年 你看康熙 永振乾隆 甚至到嘉庆 你就看那个时候那些高僧大德 他们留下来的著作 几十种啊 每个人都是几十种啊 那是教授他们的讲义 可见到他这个学术风险兴旺啊 真正我是觉得把奖金丢掉了 专门搞金丢佛寺 就是这个东西 可能与慈禧太后有关系 清朝初年 那些帝王聪明确定呢 清朝南清是一少数入住中国 同治中国这么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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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 这么多的族群 啊 居然能够想过将近两百七十年 不容易啊 如果不是慈禧太后 恐怕今天还是大秦帝国 啊 慈禧太后把它灭掉的啊 啊 那宫廷里面邀请专家学者上课 这个事情 此些废除的 啊 所以在清朝这个朝廷宫廷里面 几乎天天都有 如是道三家学者 皇上请到宫廷里面上课 啊 皇上带着这个 文武博官 宫廷里面这些 这些妃子 都挺酷啊 那些讲义 我也很好奇啊 那这宫廷里面到底讲什么话 怎么讲乏了 讲义都在四库全书里面 你到四库就能看到啊 啊 你看你看看那些 那些每一天将讲演记录下来的东西 啊 所以那些讲四十五经 啊 皇上他们在听 他应该怎么讲话 你去看看去啊 真说真干啊 所以人民听从他的啊 他一时候开口就 孔子说的 圣人说的 佛菩萨讲的 没有一个不欢喜 没有一个不服 他要说是皇上讲的 就没人听了 你皇上算了解啊 皇上完全听圣人的 完全听佛菩萨的 所以他能统治中国 让中国这么多人民 服服帖帖的去 这个这个 听他的话 有道理 啊 啊 那么慈禧 把这个公廷奖金 这个就都废除了 他搞理性 啊 他喜欢佛乱 加急佛乱 所以 有疑问 大肆 都情急 来决定 这样往口 啊 这一段事情 张家大肆告诉我 清朝往口 往口 在复乱 啊 不再相信啊 这些神仙人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心里想 啊 大概是 这个这个 古神仙仙讲的 都是正法嘛 慈禧太后一定听得很不欢喜 啊 他一满脑袋的邪志邪进 啊 他听到这个 他受不了了 干脆别讲了 算了 别讲了 我不听了 啊 啊 那么这也是 啊 这是国家领导人啊 一带头 啊 所以寺庙里头大概 奖金就没有了 完全搞金探佛寺超度 也搞家具佛兰 搞这套 啊 这样呢 就把佛教完全变成宗教 变成理想 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啊 啊 没有多久啊 不会超过三百年了 啊 所以 一定要恢复教学 啊 寺院里面 这些殿堂 以前都是教学 啊 大的这个寺院 奖金的人都 是无作和尚 是教武主任 啊 啊 每一个殿堂 同时都奖金 啊 学金教的 只能学一门 一门神父 不可以同时 学好几门 啊 你跟哪一个老师 学哪一部金 就在某一个殿堂 他是这样教的 啊 一部金学完了 可以学其他的教 啊 所以他学生是 都是一定固定的 啊 而不这个 方式 那都是 古老的沉船 啊 交之道 跪一转 啊 一门深入啊 尝试寻修 很容易成就啊 啊 啊 中国自古以来 这个制度 说实在话的时候 它跟外国不一样啊 啊 细心我们真读 中国圣贤书 了解中国过去的时候 中国是圣贤政治 不得了啊 啊 那为什么 那教育是神仙教育 啊 所以制度是其次啊 不重要啊 人重要 人要是神仙 坏制度也做好死 人要是不是神仙 好制度也一样干坏死 啊 所以中国古人讲 人存证据 人亡正习 最重要是人啊 啊 啊 大同志志 不是理想 啊 啊 黎云大同编 大同志 在中国实现过 啊 时间不算长 那孔子最向往的 啊 大同志志是在什么时候 姚 舜 雨 就他们这三个人身上 真的做到了大同志 啊 帝王 齐心动念 为全国人民复制 没有想到自己啊 那黎云大同编写的十四史啊 啊 可是雨 以后 就传个儿子 那是不得已 不是雨自己的一个 一个 一个意思啊 宣贤雨呢 在当时那个时代 他的儿子最好啊 啊 所以这是文武国官的时候 都希望他继承 所以他就选不到别人 那雨以后就变成家天下了 啊 所以夏商周三代 是小康啊 就不是大同了 大同了 选贤雨能的时候 那是选贤 是选故军 啊 选这个皇上 能 是他底下任用的这些大臣 啊 各个都是挑选的 不是随便任命的 他真正有能干 有德行 有能干的 所以他通通都是选举的 谁选举呢 啊 不是人民选举 是皇上选举 皇上是为人民选举好人 啊 他有经验 他分 他这个看人 看得准啊 啊 所以他选呢 啊 你说 是遥选顺 这段历史我们清楚啊 听说顺势大笑死 感应很多 啊 随即把选出来 让他在政府担任一个部门工作 然后观察他 啊 观察得不错 这顺恨聪明 两个女儿也嫁给他 啊 让他看什么 看他的私生活 八个儿子跟他做朋友 看他工作厨师待人结务 看了二十多年了 真的 不是假的 不是装出来 才把王位让给他 你看他多用心啊 为谁啊 为全国人民 为天下昌生 他做得好 所有的祝侯 都服他 都听他 他称他为天子 注意一下他 那时候天子 国家并没有同意 他自己的地盘很小 没多大 那上堂七十里 七十里 七十里和中国打个对峙 三十几里的小镇啊 小镇啊 啊 周文王贝里 贝里 贝里是我们现在的五十公里 很小地方啊 叫王天下 天下祝侯 没有不服你 没有不赞叹你 遇到困难都向你请教 都对你进宫 这进宫是什么呢 过年的时候 大节日给你送礼 那叫结构 那送礼 接受 你得知道 他那时候 那时候天子没有实权了 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 并没有实权了 但是嘛 你得得服人 他不是用实力 用德行 你真正是别的 国家的领导人的典范 是这样的啊 你得服人了 道德了 所以成为天下公主 那所以这些事情 事实 我们要清楚 你再晓得中国人 真正是了不起 所以 那个 社道根本就是教育 家庭教育 家教 我们相信中国的家教 中国历史记载是五千年 五千年之前 没有文字记载 是传说 扣传的 我相信 至少往上推 至少是五千年 大声大喜 传个后人 这些原理原则 都非常简单 为什么 你就不会赚错 中国传统武啊 说起来真是很简单的 五能 五常 四为 八德 就全包括了 你给你看看 四书五金十三经 包括的时候 现在大丛书 乾隆编的四古全书 没有一样东西超过的范围 全都是围着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时候 绝对不是皇帝创造的 不是孔子想出来的 孔子说得很好 数二不做 这是告诉我后人 我们求求的态度要保持 没有创造 没有发明 这孔子自己啊 他一生所学 所修 所传 所教的 全是古神仙仙的老东西 他自己本身的态度 幸而好苦 他对古神仙的想象 一点不怀疑 真理啊 那五轮 夫子有亲 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幼有婿 朋友有心 那这个不会忘掉啊 这传业万代都不会传错啊 那就这么几句话嘛 那这是这是什么 人与人的关系 关系先搞清楚嘛 然后再怎么样进义务 怎么样来应用嘛 你看 五畅 仁 义 离 智 性 五个字 这还能传错吗 我相信传几万年不会传错的 你会记得很清楚的 四维 离异连耻 拔得孝提忠信 人爱和平 这怎么会传错 到孔子用文字把它记下来 世世代来传下来 再加以解释 这中国传统话的精髓 它不多啊 重要的是我们起行动念 言语造作 要把它做出来 那就是圣人 圣人被选出来做什么 做领袖 就国家领导人 贤人呢 选出来做大臣 他们那些人正负责任啊 真正为人民复制啊 他不为自己啊 所以我们认清楚 就想到中国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圣贤教育 圣贤政绩 没有一样不是圣贤 你做生意是圣贤的商人 你这个做农民的时候 也是圣贤的农民 为什么 他受过圣贤教育 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受过圣贤教育 他懂得无论 他懂得无常 四五一八德 在生活上都做到了 他说我不是圣贤啊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 你得想到老祖宗挤的福有多大 中国遭再大的灾难 我相信他不会灭亡 祖宗就得太后了 现在虽然人造作的罪悟是很多 那他要受点苦难 这个国家民族不会灭亡 这个国家民族也是灭亡 全世界不可能有一个人活着 这个时候我们要相信 那么文化我们可以复兴 相信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洛爷院五个比丘 加释迦牟尼佛六个人创教 你看能够延续三千年 能够传遍全世界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 就不止六个人了 六十人都不止了 同心协力的时候 确实能把传统化 行往前往 重要的是什么 从自己做起 行由不得返求助击 我们自己要做到好 自己要喜欢去学习 你首先要爱中国文化 文化存在 国家民族 国家民族 政权丢掉了 没关系 还会复兴 文化要没有了 这个国家 国家民族就灭绝了 你永远不会再犯事了 世界上四大古文明 三个都没有了 怎么没有了 文化没有了 没有人集成了 中国要王国国 蒙古人若住中国 满清人若住中国 文化在啊 文化没丢掉啊 所以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 这个东西要去买 读书人 第一个使命 就是维护 捍卫 传统文化 那你是有多数人 你真正是炎黄自尊 从自己自身做起 中国传统文化 哪个作用 彭心教授他知道 身心健康 家庭毫无 是中国传统文化 那科学家的报告 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相应 跟大乘佛华相应 跟大乘佛华相应 越来我们信心越有十足 中国人就是参加这个 这个科学家的会议 我们请他做几分钟的报告 你把最近这些科学家 他们传递的信息 这个科学家的文化 大乘佛华相应 最下术华相应 是一简单的 一个温战 那一个也好 大家看看 那我还是站出来这边 好 可以可以 对不起 尊敬的师父上人 慈悲 尊敬的诸位嘉宾 诸位善知识 诸位大德 菩萨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是 今天也是刚刚从云南赶回来 因为这个茂森的爷爷病危 结果就前天回去了 回去之后就念佛念了两天 就没往生 结果好了 所以也是刚刚下飞机赶到 所以非常欢喜 非常真是由衷地 感觉到这次我们这边香港 有这样的一个论坛的 这样的一个因缘 使到大家能够聚会一堂 真正是穷莹慧翠 菩萨云来吉 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感恩大家的 对香港以及海外 这个传统文化复兴所做的贡献 那么刚才师父上人 让茂森给大家汇报 在上个月我参加在澳洲悉尼 几位科学家他们的一个研讨会 那么包括威斯医生 包括那个 Greg Braden 布莱登博士 他是写解读默示预言的作者 那么还有其他几位 也是相当有声誉的 美国的科学家们 那么他们 我就简单地说 用几分钟 把他们主要的精神 跟大家介绍 主要是介绍的这个 第一个就是 关于2012的这么一个传言 那么科学家们 确实用很多科学的数据 证实这个2012了 并不是简单的传言 那么最早是玛雅人 所提出来的 他们这个 有非常完整和精确的立法 那么这是中美洲的 那个一个古老的民族 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么他们所留下来的 这个立法呢 有这个很精确的 把每一次的日时月时 精确的时间 给预言出来的 那么他们也预言说 2012 12月21日呢 是这个地球将会发生一次 就是非常巨大的一次巨变 因为这是第五个 所谓的这个 就是地球的一个周期 它有五个周期 这次的是第五个周期的最后 每次周期是5125年 那么每次周期呢 最后呢 都是地球会发生 很大的变动 这个那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所见到的 许多的灾难 可能也就是这个周期 现在正在就是属于一个 正常的反应 那么科学家他们 他们也有谈到的这个 就是他们的预测 太阳黑子的这个运动的强烈 使到这个辐射会增强 刚好遇到的地球 南北极的这个磁场 会在那个时候削弱 那么这磁场是个保护层 如果削弱的话 又碰上太阳黑子辐射的强大 可能也会产生一些 关于海啸啊 地震啊 飓风啊等等 火上爆发啊这些 有可能有这些巨变 那么这是科学方面的 他们的预言 那实际上呢 他们同时又谈了一个 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在这样的巨变的时候呢 当然这是人 自然界对人类的挑战 但是也是人类的一个转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科学家们提出来呢 这个人的这种信念呢 是可以影响到自然界的 那么在我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 我们能够创造和谐的力量 能够就是同心同德 来就是改造自我 从而改造环境 这样的话呢 可能这样的一个灾难呢 就会化解掉 而且呢这种转机反而会使得更好 他说那个就是有 他介绍了两幅图 一幅图呢就是说 这2012之后呢 可能是出现那种非常 让人就是难以接受的 那种灾难的场面 另外一幅图呢 是这个就是一种和平的盛事 就是说这两个下场 都有可能 就看我们人类怎么去抉择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要想抉择后者 就是这个盛事的 这样一个后果呢 必须我们一定要同心同德 来这个团结起来 那么这新量的力量 这些科学家呢 也引证了很多这个量子力学家 他们的结论 其中他们特别引用这个普朗克 博士他的原话 普朗克呢是量子力学的电机人 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 说其实呢 整个宇宙根本没有物质 这个所谓的物质的存在呢 就是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这种意识力量 把这些就是所产生的 这种就是说那种连续 而这样升起的一种现象 就是就是我们的念头 在不断地生灭的同时 这个物质呢 就随着我们的念头 就会产生 所以我们念头在相续 所以我们所见到的物质现象 在相续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宇宙正在相续 其实这些 这个相续的现象呢 是我们的念头在支持它的 那这个是契合佛法里讲的 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这个相是有 但是呢 支持它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念头 而念头本空 是吧 你说放下就放下了 说提起来就提起来 所以那个物质呢 也是无所有 必进空 不可得 那么既然如此呢 我们能不能够说 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 美好的宇宙呢 是可以的 只要改变我们的念头 把我们的念头变得纯善 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的美好 我们的念头是纯净纯善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现在是科学家们已经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 跟佛法非常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和惊喜吧 因为确实佛法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 这个 它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所依赖的 因为呢 这个 它所说的宇宙的真相 正如师父讲的 它是最高的哲学 同时也是最高的科学 那么 这个 就谈到此地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香港佛法教育 我们香港这次的这个传统文化论坛 这个兴起 我感觉到呢 真的是 说不定 是在2012之前的 一个很好的 这个一个行动 为什么呢 这次论坛是标志着 在中国已经像雨后春笋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论坛 走向海外的第一步 它是走出这个国门的第一站 那么香港当然也是中国领土 但是它毕竟在很多人观念当中 它属于海外 那么 希望呢 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种子 从我们大陆 这个文化的发源地 经过香港的国门 而传向全世界 真正呢 会对这个世界的 这个消灾免难 转化人心 我相信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那么当然 这个悉尼的那个科学家们 他们的这个 其中有一位呢 是威斯博士 他也来了 他呢 是大家可能熟知 他是几十年来专门做 用催眠来做轮回的研究 那么他已经 收集了无数个 数以万计的这些案例 那么比如说他谈到 最近有一个北京的 一位女性 到美国去找她做催眠 想了解一下她的前世 当然她有些心理病症 那么通过催眠 找到前世的原因 可能这比如说她的恐惧症 是因为前世被惊吓到了 那么可以让她复原 于是这个北京的女子呢 就去做催眠 因为她不懂英文 所以中间要经过一个翻译 结果 这个威斯医生呢 就很成功地 帮助这位女子啊 回忆到前世 她是十八世纪啊 在美国加州的一位 一个人 那么在 她回忆到自己 前世是美国人的时候呢 她就用很流利的英语 就开始讲话 因为她本身是不懂英语的嘛 结果她在催眠状态当中 就用英语讲话 那么威斯博士呢 她跟我们介绍 这催眠呢 并不是说人睡着了 它实际上是人心灵 进入了安定的状态 就好像我们已经没有妄想了 但是呢 就是那知觉是非常清醒的 比如可能有人 他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这样长途的时候 可能开车开了三五个小时之后 你就一直就已经是 惯性的那种开下去 你脑子里是空空的 没有一点的那种 就是那种思维 但是你又是很清醒 知道路面的状况 就是那种状态 也是催眠的状态 那么威斯博士呢 把这个病人呢 导引出 导引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 很多埋在心灵深处 就灵魂深处的那些记忆 就能恢复 结果这女子就开始用英文讲 那个翻译在旁边呢 看到这种情形 她就愣住了 因为翻译 她可能是比较那个 那个就是反 那种属于机械的反应 反正听到 这个她讲英文 她立刻就给威斯医生 翻译中文 然后威斯博士说 不用你不用翻译 因为我听了懂英文 她这个英文讲的是 非常漂亮 非常地道的 这个美国的英语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什么呢 真的人是有前世 那么在我们这次香港论坛当中呢 我们除了儒家的这些文化当中 因为在香港呢 就比较开放 儒师道 我们都可以谈 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课程里面呢 加入了很多英国的内容 那么其实英国这种定律啊 是几千年来 大家都已经熟知了 连这个就是说 科学家呢 他们现在也用这个 现代的方法证明了 这个英国的轮回啊 英国轮回的现象呢 确实存在 而且威斯博士呢 当场给在座的三千人 就是做催眠 就是我当时也在场了 我也就跟他 受他的做这个催眠的 这样的一个试验 那么 做了大概四十五分钟的 这样催眠之后呢 很多人确实也 就是看到自己的前生 有的看到呢 一些就是说 不同维持空间的生命 来跟他对话 比如说 有一个女的 她分享的时候呢 她说她的父亲 在她童年的时候已经死了 但是呢 她看到他回来跟他讲话 那我本人呢 也在这个催眠中中 看到我自己的前世 看到自己呢 曾经在古代啊 做一个 做一个就是说 年纪很大的一位妇女 好像一个富家的 一个老太太 像贾母那种 那种形象 然后当时 那个威斯医生 把我们导引到 这个生命的 结束期的时候呢 我发现呢 我自己就躺在病榻上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人就是说 在我旁边守候 这个人在我现世呢 我也我也知道 他是我的一个 一个同修道友 所以 这是我感觉到 是非常真实 并不是说 幻觉也不是梦觉 那 所以 我自己越来越相信 这个 轮回确实是有 那真的 如果是 传统文化里面呢 没有加入 英国的层面呢 那很多现象 真的无法解释 所以难怪 夫子曾经在 论语当中 对子录说 子录说 敢问死 那夫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就是你先把 生的学问弄明白 然后你就自然就懂了 死的学问了 因为死的学问 比生的学问更大 这死是山式的学问 所以 但是它是建立在我们 现生 做人的基础上 那但是呢 不能满足于 做人的这样的一个学问 同时我们要扩展 把我们的心量 把我们的眼光 要扩展 扩展到三世 扩展到 施法界 乃至 就是 近徐宫变法界 这样才能够 不断地使我们的 灵性生命 往上提升 一直到究竟圆满 这就是成佛的境界 好 这个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 那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科学家的这个会议 是很有讲述的 你说普朗克的时候 他说的这个物质的现象 跟佛华讲的 唯实 你看这个法相中间的 唯实 实就是意念 宇宙之间 只有唯实 物质现象是什么 是实被现象 也就是意念 累积 产生的这个幻想 我们在讲经常常提到 这米勒菩萨 跟释迦牟尼佛对话 里头的一段话 这个意念 我们的念头很粗 其实是很多意念 累积成一个 你感觉到的一个念头 而这个念头是 米勒菩萨讲的 你看 一坛值 多少个念头 三百二十兆 这一谈值 那谈得快的话 一秒钟谈五次的话 就一千六百兆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 都有物质现象 米勒菩萨讲 念念成形 形就是物质现象 形界有实 只要是有物质现象的时候 必定就有精神现象 那个实就是受相形实 所以佛法讲五运 五运是一体 它不能分开 色就是物质现象 受相形实就是精神现象 所以任何一类东西 不仅将本波斯十年水 又将受相形实 业力再小的上乘 我们的寒毛端通不被 它是圆满的 这是自信不可思议 所以整个宇宙是有机体 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确确实实 千变万化的宇宙 十八戒真像个万化桶一样 千变万化 绝对没有一个重复的 而且我想念头 每一个念头是独立的 我们所看到就像电影 荧幕上所看到的现象 你去看看放映机里面 这都不一样 它一个一个是独立的 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 所以跟你讲 凡数有限皆是希望 我们念头已经许幻东西了 物质更许幻 物质它形成 所以了解四十真相之后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相法可以享受 不能占有 不能控制 你说我有十个点 控制它占有它 错了 我说假的 你占有不到 那是个妄念 决定错误 那叫造业了 隋正腾越搞清楚 日子就越好过 又懂得怎么过日子了 怎样生活 怎样处事在人间 就过佛菩萨的生活 那就是大圆满 快乐无比 这个布兰克 这个扩修雅教授 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也出了个好修正 所以他这个 他能看到这一步 看到阿赖爷的三七相 我很佩服 真不容易 佛在经上讲 阿赖爷 这个这是微观世界的 那个顶端 那个顶端 宏观世界 那个顶端 他们说的时候 报告的时候 只看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不见 那百分之百的时候 肯定是从数学概念里头 发现 宇宙应该有那么大 但是百分之九十不见 不见了我们知道 他们不知道 回归自信 就是返回长济光 长济光它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六根都远不到 所以这种事情 佛讲 为正方知 你明心见心 你就知道 你不明心见心 你永远不会知道 所以他们科学家 还是用意识 意识的范围的话 只能到阿赖爷 微观到阿赖爷 宏观到 宇宙百分之十 就到这个境界 所以这个我们常讲 它属于知识 那佛法属于智慧 不相同啊 你了解这个 你才晓得学佛 那个味道 就是方东北先生 当年教给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最高的享受 你们不能体会 你一入那个境界 你才体会到 你不入境界 怎么讲 你都会摇头 什么 最高的享受 摄加坡 你会天天脱脱 树下一树下 打个桌 打个盹 是不是 那叫最高享受啊 世间人没有办法理解 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这是一门大学 不是普通东西 这个要靠我们把它发扬广大 我们要认真好好的学 先享受到 头一个身体享受到 这是很现实的 头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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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现实 你真正享受到 寿命可以延长 人可以不衰老 动作跟年轻人一样 这个就是你这些 这明啊 学费什么好处 只好处在此地啊 能够以诚心 真心 慈悲 待人见我 人人看到那段欢喜 这就享受嘛 这就是实验嘛 这一生不要过得那么辛苦 辛苦不好 因为人生过得太辛苦啊 下面来生果报不好 这一生是开花嘛 下一生是结果嘛 这一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人 怎么会堕山土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都是堕山土都是很苦恼的 都是很费贵 那才会堕山土 哪有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人 去变出生变魔鬼 这个道理 佛就是教给我们欢喜人生 快乐的人生 这种学问都好 在世间找不到第二家 我们要好好做出来 要把佛陀教育发生过来 所以科学跟我证明 确实这个量子力学家 跟为师子一模一样 所以三千年前 佛说的这次证明 我请这个五六个人去参加 就是告诉这一批科学家 你们说没有办法解决的 都在附近里 我们交换是吧 我到年听你的报告 你对我把信息传给你 真有解决的这个方法 在大庭尖教里 你不研究大庭尖教 你们那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所以这一次 欢迎诸位到香港来 我住在香港 也是遵守这个我们国家领导的意愿 有人传说给我 希望我住在香港 他住在台湾不放心 住在外国也不放心 好吧 我就住香港好了 我们非常爱国家 国家不爱我 我也清楚 我也谅解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是爱国家 爱文化 爱我们这个族群 我们族群里面 有非常优秀的东西 那世界之灌 我们慢慢把它发扬宽大 最近大家到此地 这一次到香港来 是来点灯的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灯 大放光明 我的话就讲到此地 现在快到八点钟了 这个明天 这一次的论坛 我的节目我在第三天 我还是第三天去好了 我们这个无量寿经重要 无量寿经这次讲的是 越巧越欢喜 如爸爸呢 明天 我看到这个上面 好像没有开幕式是吧 开幕式 开幕式 林会长做开幕式 然后那个 似乎是第三天想 对对对 我看看 这里有节目表 我喜欢听的时候 我再接受 看我能找到时间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真的 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了 双肩跳起来 佛教文化的时候 需要出家人来弘扬 要发愿出家的 就能把中国佛教发扬广大了 完全带归到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我们讲的佛教教育 我们不参俗教 佛陀的教育 那这个意义就大了 在佛教讲功德不可思议 我在马来西亚 劝蔡老师 我说蔡老师 你要出家 讲的在台湾 讲进教训 林月老师在旁边听到 他问我 他说我能不能出家 好啊 好啊 越多越好啊 都要像你们这种 优秀的老师来出家 这是为了这种 观念异性 这不是异性 最优秀的老师出家 学释迦牟尼佛 这个佛法就会信起来 好 谢谢大家 这几天 大家再次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